这几天下纷纷扰扰 我想事件要告一段落 深深的跟社会大众 对不起 热炒店老板突然宣布 7月16号起无限期停业 为这场白饭之乱划下句点 造成社会大众的互相批评 互相恶意攻击 我选择道歉 我选择落幕 我选择不要再去讨论 但消息一出 让不少力挺老板的网友傻眼 反而灌爆资财系的粉砖 留言批评 把别人逗倒了很开心吗 一戏之间涌入了将近两万则留言 让学生紧急关闭粉砖 但针对这波操作有人质疑 老板宣布停业是高人指点 店家要提出协议是他们的自由 但是就是应该是 网路他们可能声量 必须要自己去评估说 到底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 或者是 它是不是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很微小的事件而已 北市知名日式料理店PO文 为抵制社会歪风 将禁止北科资财营的社会 相关人士或是学生入内用餐 不过天文一出 立刻掀起两派论战 一派力挺老板 但是有人认为 好像有点太超过了 网路霸凌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太过了 对 确实蛮无辜的啦 老板宣布停业 资财系粉砖也关闭 就连北科的饭桶王大赛 都宣布停办 就是希望事件可以尽快落幕 散离学员张不韦 李文胜王家宇台北采访报道